字幕提供 其实实际上做下去的时候 最大的分别就是 行使价在价内还是价外 对于我们操盘的逻辑 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们不如先看看例子 今次我们看的例子 会控的call合约 这个会控的call合约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是取写着 一个杠杆和命中率 假设如果我们开一个 价内的期权 价内的call 我们平时叫价内 可能用一个英文叫 ITM in the money的call 如果证股价是65元 行使价是62.5元 因为行使价比证股价低 对于call来说 这个就是价内的 其权金是比较贵的 是3元这么多 内在值足够占了2.5元 所以剩下的时间值是比较少一点 而它的打和点 其实就会比较近一点 去到65.5元就是打和点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打和点和杠杆的取舍 就是在打和点身上可以显现到 因为如果那个弄仓 去到打和点的附近 之后它的股价不停地上升的话 它每升1元 正股价每升1元 期权都可以再赚1元 但你看看价外的例子 OTM call的例子 正股价同样都是65元 恒西价就是价外了 67.5元 而那个期权金就会便宜很多 只有3毫子 内在值是零 因为它完全没有内在值 它是一个OTM的call 时间值就是它所有的期权金 就是3毫子 就是时间值占期权金 总共是100% 而打和点就远一点 就是到67.8元 今次大家看到远一点的打和点 但是便宜一点的期权金 假设是同一块钱 说是1万元或者2万元 一个普通做弄仓的数字 你可以开到的价外的 弄价的章数会多很多 杠杆也会强很多 不如看看盈规图吧 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盈利和亏损方面又会是怎样 刚才说到OTM long call的杠杆会强很多 就是每一笔钱可以开张数多很多 但是打和点是远一点的 所以看盈规图 大家会看到最明显的分别 就是打和点的远近 你们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要做这个ITM long呢 因为ITM long打和点远近很多 其实这个取捨是用在一些 判断股价的升势或者跌势 究竟是要用多长的时间 如果你知道这个升势或者跌势 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话 你但是可以用OTM long call 但是如果你知道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要整个月才能升到 应该用ITM long 给他多些时间 他慢慢发挥会好些 这一集就麻烦了Chris的讲解 下集再和我们讲一下 其他不同的话题 不过投资者也要注意 就是衍生工具的性质 有时的时候要寻求专业的意见 而过往的表现并非未来表现指标 衍生工具价价可以急升亦急跌 投资者可能会梦受投资的全盘损失 只是刚才嘉宾所说的 只有一句个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做所有投资都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关风险 Zither Harp